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1年9月28日 伊斯托里尔挥军博三分 周二凌晨 葡萄牙超级联赛第七轮继续进行 届时对阵双方分别是博维斯塔和伊斯托里尔 比赛将在前者主场进行 双方近期表现可谓相差甚远 博维斯塔目前正处于联赛三轮不胜的尴尬局面 而伊斯托里尔上仗虽然未能延续胜绩 但在面对是波停的比赛中 也有让人为支撑到的表现 相较之下今仗伊斯托里尔更值得看高一线 在近三场联赛不胜的情况下 博维斯塔上仗终于 在葡萄牙联赛杯的比赛中击败菲利拿 收获了9月份以来球队的首场胜利 胜利可谓来之不易 可想而知球队在场上作战十分吃力 上仗面对费利拿的比赛中球队 亦是先失球的一方 直到下半场才追合再到反超 这般表现即使赢下了比赛 一难演球队的低迷状态 纵观新赛季的开局阶段战绩 博维斯塔的表现也只能用重规重矩来形容 尤其是近三场联赛中 博维斯塔在场上都不是占据主动的一方 控球率方面均不及对手 在上轮面对冰飞加的比赛中 全场控球率甚至不足三成 对比赛的控制能力 还是球队需要提高的地方 进攻端方面 全队虽然有多达六人能取得入球 但仅有志 舒亚必克一名球员能够取得一球以上的入球 可见球队进攻方式单一 纵使金铺坐镇主场迎战伊斯托里尔 博维斯塔伊不宜高估 阵容方面 后卫埃罗尼和中场常维加西亚等人因伤免疫 作为经济的升班马 伊斯托里尔新赛季至今交出了让人满意的成绩单 在已经进行了六场的普超联赛中 球队斩获了四胜意和一副的不俗战绩 这样的表现 可能就连中标分子们都要进伊斯托里尔三分 而在上场面对未免冠军式波停的比赛中 球队则发挥出了出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 即使比赛数据不是占优的一方 但也没有与对手相差很远 而在比赛过程中也仅仅是在禁区里面犯错 送给对手一个12码 最终以0比1不敌是波停 虽然这场比赛已输波告中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球员们的自信 尤其是F 奥利华拉和里安拿杜雷斯 他们已经合力为球队攻入三球 在击败马里迪默以及唐迪拿的2场2比1的比赛中 他们在其中都扮演了让球队顺利带走三分的重要角色 此次出征 球队必然再次带着越战越勇的精神 用一场胜利让球队重回正轨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